酥肉旅行博物馆大理总管 伟大创立过程实时记录第七集 来了 在看了好多集冷冰冰的 钢筋水泥砖头改造之后 我们的工地上终于迎来了 许多活着的成员 这一集就让我好好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新朋友 他们之中有 高冷的花枝女神 蓝子 自带凶器的暴躁小子 刺客军团 数量多 种类群还特别值得依靠的 玉林军哥哥 子孙绕西的看门大爷 大摆 还有口吐芬芳的小不点 春香 夏香 秋香 冬香 和随风摇摆的墙头草 扑扑微微 下面就来一个一个认识他们吧 当初看中这个院子 最重要的点就是 它两面无遮挡挨着田野 能直面苍山的壮阔山极限 所以我们对博物馆的 第一个要求就是 要随处能看到植物 随意能走入自然 不过首先 我们得为院子里 选一棵明星大树 正常字 随着田野的动工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 又是来到了苗埔里 要为我们的田野和博物馆 挑选树 这个我们的植物专家 马上去了 小海罗 小海罗你好 请问今天我们要买几棵树呢 今天买好多棵 超多棵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像逛超市一样 就是看到这棵这棵这棵 打包带走 感觉很爽 现在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有一棵最重要的树 是要放在我们的咖啡厅旁边 会奠定我们整个小院子 基调的一棵树 我们去选一下 在大理就是这样 来到一片苗埔 像超市一样 想要什么你就点什么 对 就是现在你所有能看到的植物 都可以买走 这什么树啊 我感觉这个树上的纹理 还挺有趣的 紫威 紫威 紫威是你吗 原来这就是紫威 大柚子 我觉得柚子是挺好的 就寓意啊什么的 感觉都口味啊都不错 贵不贵啊 不贵搞一棵 好 我们其实事先已经讨论过 大概想要的树的品种了 就是这棵很高的这棵 叫做兰花营 开花的时候会很美 会有缓缓飘落的紫色花瓣 对吧 我们咖啡厅那里是两层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棵树 是可以直通到二层 然后树冠可以撒下一片阴凉的树 然后之前有一些 这个挑筛选的过程 总之现在就是要看 哪一棵 它又高 它的伞又大 它的形态又漂亮 它的价格我们又承担得起 好 分叉过早 英年早叉 来 下一个二号选手 又高又直 就像瑞一样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的罐有点小 第三个呢 它的 在这里开的罐就还挺大的 然后也是下面是个 一整根的干 但它的问题就是 它歪了 它弯了 一号小叉 二号小直 三号小歪 谁比较好呢 接下来我们要选的是 在田野里面种的一些杂木区 就是各种各样混拼的树 就是我们因为很大的一个田嘛 所以里面会有 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植物 会有非常多种 它们就是会 就是散落在各个地方 可能有的是观赏性的 有的是会结果的 然后保证大家春夏秋冬来 都能够看到一些 不同的东西 新鲜的鲜活的东西 这个放在院子里面 秋天也太美了 就这个像美国红风是吗 红啊 暂地的红叶 以后大家来博物馆 就可以在院子里面剪红叶了 哇好看 来一颗贵不贵 这个不会 这个几百块 来一颗 种了这个我们就会红了 这个大家觉得要几颗 哈哈哈 你们说要几颗 我们就来几颗 咱们现在一共规划中的几种风数 有一种是这个美国红风 然后秋天的时候比较红 然后一种是这个五角风 就是小叶子的这种 春天的时候比较红 对 它不是春天红 它是发新叶的时候会带点黏色 但它叶子会更密嘛 比算我们就看起来更有质感一些 有点像竹子一样的感觉 对更容易一些 然后的话还有一种是叫三季红 三季红是春夏秋全是红的 还有一种叫初心心 初心心是风树里边最红的 就它红起来就比这个还要红 它的饱和度高 对饱和度比这个更高 这都够红了我觉得 这个还要红一些 然后买了一颗刘犬 刘犬是日本松 它是下垂的 然后那个风树的话 它是那种金黄加橘色 天哪路 天哪路 我感觉还有 没有了 风树就这些了 就可以保证四季长红 保证我们四季长红 颜色会比较绚烂一些 我看 我感觉光是风树的一个品种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风树博物馆 对呀 我们的风 听到了吗 还不吸引人吗 没有已经很想来了吗 重磅工程 好 现在我们就是要把 选好的这棵巨大的兰花银 是我们的主咖啡馆的主树 然后给它栽到地里面去 它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力气的 也依然很难抬这棵树 虽然在苗圃里看着不大 等真要把它栽到院子里 才发现相当费劲 十来个壮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让这位大小姐顺利归位 哇 太紧张了实在是 太难了就这样的一棵树 你看着不大 但是特别沉 再转 再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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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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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往 再往这里 可以再往这里推一点吗 往那个方向再推一点 推过去一点 好 可以了 好嘞 可以可以 看一下这个完整的构图 我们是希望这棵树呢 有一点点这样子 进门的遮挡 在进门这里有一个遮挡 这样的露台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 不会被树倒到 但是它可以遮阴 对 就露台在这边可以走出来 然后树呢 正好会把西边的西晒的阳光 这样遮住 终于要开始着手布置田野了 我们批量选购的杂木区小兄弟们 急着一辆卡车班车 首批抵达现场 对于一片绿地来说 树木大概就是它的钢筋地基 他们将决定着整片田地的区域划分 接下来的几天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我们为树木排兵布阵 让他们乱中有序地 形成了一个御林军团 未来他们会一直驻守在 我们的田野西侧 遮挡着强烈的西晒 来到这里的各位 也就可以躲到树荫的庇护下乘凉 放肆玩耍了 如果树木是花园的钢筋 那么下一步该做的就是砌墙 而各色的灌木和低矮的草木们 就是一块块砖 搭建起结构和层次 在设计师小海罗的精心设计下 数十种开花灌木 观赏草 多年生香草 求根植物 水路两生植物 分批抵达现场 并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种植 像这个植物看起来怎么 怎么不太妙 不太妙啊 这叫小畔草 它就冬天的时候就这样 你看它下面就是发新的了 然后它明年就全部发新的出来了 融融融 融融 这也是细叶芒草 它是细叶子花叶的 它的叶子是绿的带白的 所以它是花叶芒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那种感觉 这种东西 这是灯芯草 洋葱了吧 也是属于一种像飘动的 在后面做背景的是吧 对 然后前面再放一些花什么的 对对对 看来学习一下 叶子小小的在北方也可以种的 芙蓉菊 所以是一种菊花 它是菊科的 它的叶子是这种 银白蓝白的这种叶子 哇 这个确实很特别 好金刺版 这个白色是这样 除了长的 这个是冰白吗 它是蓝色的 这个是香白 香白 对 然后高高的就像圣诞树一样的是 这个是波尔瓦版 波尔瓦版 还有哪个不一样的摆吗 那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特别新的那个 后面那个是键板 小时候就经常在很多记忆中都有摆树 但我现在有六摆 摆树呢就是这样 就是它其实是长条的 所以你手摸起来的手感是非常好的 层层叠叠的 可以这样撸它 以后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撸摆树 我们这里是一个植物的王国 植物的世界 欢迎大家来学习 我们户外的部分就是 植物博物馆 植物馆 我们自己也要回头学习一下 然后会给每一个小植物 到时候看做一个小牌牌 然后去介绍 还可以啊 你小心点啊 你就戳到花了 你要的太大了 你一点点弄 哇 现在虽然在干活 但是这个苍山的背景真的很美 哇 咱这小植物 太细小了 太弱小了 说明它的生命力旺盛 眼睛看着绿色的植物 手摸着湿润的土壤 有一种特别脚踏实地的感觉 就是人还是很真实 生命自然 对很真实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 眼睛盯着屏幕啊 手机一天之后晚上 就会一种疲劳和空虚的感觉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都市里的人 都喜欢回到就是乡村 有一块地 然后种种田 种种菜 就是会对你的心灵 其实是一种疗愈的作用 这才是实打实的 一个是一个 重了就是重了 就是你亲手 你可以看到你改变了一些东西 如果不是亲自参与其中 我们恐怕不会认识到 花园设计是个多么复杂 多么需要兼备专业知识 以及极佳审美的工作 但也深深感受到了触碰泥土 与自然的治愈魅力 以及被植物环绕在其中的美好心情 当树木与花草终于各就各位后 就可以迎接花园里最特别的一群 远道而来的嘉宾了 我们自带凶器来自沙漠的刺客军团 被安置在咖啡馆前地势最高的区域 2米至3米高的仙人柱 凉天尺 巨大的仙人球 如烟火般炸裂的金边斯兰 蓝绿色像狼牙棒的五轮柱 排列精巧的卢蕙 品种丰富的龙蛇兰 还有无数奇形怪状 仿佛外星生物的各种多肉植物 它们满足了我们对远方的想象和思念 也为博物馆的室外区域 增添了旅行感和不一样的抑郁风味 种植物的羞羞补补补陆续进行了大半个月 当花花草草都安顿了下来 就该为这一切做一层最后的表面功夫 在西边守护田耿的林地间 我们规划了一条林间漫步小路 不用碎石子铺路 而是铺满松树皮 走在松香小路 脚杆仿佛踏在秋天森林里厚厚的落叶上 还伴随着树皮轻微的令人心情愉悦的碎裂声 这个踩上去就是那种很厚很厚的 像是很厚的落叶一样的 而且还会嘎吱嘎吱的响 在植物之间的大片空地 要用草地填充 卖现成的草皮太过奢侈 我们决定撒种子让它慢慢生长 这一片一共要撒三种不同的草籽混合 然后现在再撒第一种种子 你看人家撒都是那个的黄一佛 就是就是它是那种枝子 枝子型的才能都撒到啊 你怎么直着走啊 你为什么直着走啊黄一佛 撒的那是吧走的 撒的那是吧走的 不撒了 你的路线不撒了 发脾气自己做的不好还发脾气 第三种呢说是特别小 怕现在撒到三层的地上就已经很明显了 对地上都是一层像沙子一样的感觉 我们的三种草就是耐采的一种两种的好看的 种子撒完立刻用绿膜覆盖 既能防止种子被风吹散 又能更好地保留浇水后的水分 让种子有更适宜的生长条件 绿膜铺好后剩下的就只需要等待 等芳草如荫 也等春天唤醒所有的绿叶与枝条 在外面的进展如火如荼之时 咖啡馆内侧的小露台也装好了安全围栏 并涂上了保护器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二楼的露台 已经基本是完成了 然后我们种下的这一颗兰花营呢 也跟现在这个露台合二为一 形成了一个这种相伴相依的感觉 所以说如果你之后 在二楼的露台这边坐着喝咖啡 或者是站着看风景的时候 就可以是就是完全是挨着这个 对 那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 我们还是做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栅栏 到时候会有桌子呀椅子呀摆在这里 然后这颗兰花营就是像这样 从我们的露台之间穿插着伸出来 有一种非常的自然的感觉 配合着我后面的这个主屋的屋顶 牛圈的屋顶 远处积雪的苍山的山脉 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 至此我们的植物朋友们 就算全部入住新家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他们慢慢熟悉 并快乐长大 不知等到你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长得多高多茂盛了呢 答案就等你来亲自揭晓吧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录行边唱歌 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 关注我们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啦啦啦 啦啦... 啦啦...